它是可以focus到这个课程 因为之前的话,我都是给它 耶,Good! 你喜欢吗? 因为之前的话呢,我都是给它上online的club 都是我在旁边去立它,它这样子偶尔 就是不会有一点专心啦 可是我没有想到现下的它可以这么专心哦 更早之前,我孩子对于这种艺术的东西 其实是很天保心空的 所以是有一点担心说 它不知道可不可以配合到老师 做到老师要的东西 我觉得Artivo是一个很不错的学校课程 经过这一堂课过后,我就发现 它们原来可以启发它们的那个艺术细胞 然后它们的创造力也是可以很大的提升 就好像今天它们其实只是转短几个步骤 就可以完成这个我觉得很不错的成品 如果这里的要求是要中规中矩的话 我反而担心 中规中矩的话,对于艺术创作这件事情来讲 就很局限 所以在这里可能就会觉得说很放心啦 就是让孩子自由去发挥 自由去玩那个颜色 它上课以后就不会说老师要求说 样样都要做到那种 除颜色不要突出界什么的 然后更多是自己动手去体验 有触感的那种感觉 这里的工具可能会比较多远一点 然后有正确的老师带领 我觉得Archivo的课程是蛮不错的 因为这个毕竟是我第一次带孩子去参加 先驾的美术课 就是有老师在旁边连接他的 其实一直以来我都很想知道说 如果我没有在我的孩子身边 他可不可以听老师的guide line 去做老师教的东西 然后今天我觉得蛮不错的事就是 我站在后面看到他很用心 很有专注力的去听老师讲什么 然后老师叫他做什么呢 他也是会跟着去做的 他不会想说老师叫他做 可是他又不想做这样子咯 老师我觉得是蛮有耐心的 就算小孩子现场很打乱的话 他们也可以管理得很不错 但我发现他们用的材料 那些材料都蛮材料的 然后他没有异味 然后刚才他们弄到手的时候 也很容易洗干净 这点我觉得很重要 因为小孩子在做的过程中 可能他们会不小心 放在粘或者放在手或者衣服上 所以没有毒的材料是真的 我会比较重视这一点 Archivo让我觉得很惊艳 因为这么短的时间 他可以让我的孩子 这么有专注力的去做在那边 就是不会到处乱跑的 去做其他东西 然后去完成这个作品 他在这里老师就会立着去做 该做正确的事情 然后同时可以激发他们想象力